新型冠状病毒 7377例为轻中度病例 53例为重度病例 澳洲疫情动态 维州过去24小时新增216例确诊 12例死亡 确诊和死亡人数较昨天相比均有下降 维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流行病学家查尔斯·阿尔普兰 在酒店检疫调查听证会上表示 目前维州90%的活跃病例均可以追溯至一家四口 这家人曾在位于墨尔本·Swaston街上的Ridges酒店隔离过 该家庭一名成员5月9日出现症状 另外三人在之后三天陆续出现症状 最终四人均被确诊 5月25日 酒店三名工作人员也出现症状 6月18日 再有17例确诊病例与酒店检疫相关 这些病例与Ridges酒店疫情有病理学联系 目光转向新州 新州今日新增的7例确诊中 两例为酒店隔离旅客 另外5例均来自社区传播 与此同时 新州一名负责酒店检疫工作的保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该州首席卫生官凯利前特表示 最有可能的感染源为一名在环形码头万豪酒店隔离的反澳旅客 据悉 这名保安感染病毒后 还曾在Flamington Markets和帕拉玛塔法院上过班 新州影子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 高风险工作人员不应在多个场所工作 在隔离酒店工作的保安必须获得足够的薪酬 以确保他们无需在其他地方工作 一项由大学展开的调查显示 疫情期间滞留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国际学生 在工作上遭受盘剥 也无法享受政府的疫情补助金 这些国际学生表示 会告诉他们的朋友 不要来澳大利亚留学 留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 没有资格获得诸如Jobkeeper留工补助 或Jobseeker群工补助之类的联邦政府发放的补贴 不过滞留在英国 加拿大和爱尔兰等国的澳大利亚学生 则获得工资补贴 这导致许多留学生 只能从事无偿或低工资的工作 新州工会因此指责联邦政府抛弃国际学生 悉尼科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 对6000名国际学生和临时移民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不过据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巴西纳法·本布拉姆说 大多数受访者对澳大利亚对待他们的方式不满意 大多数的国际学生和背包客 即59%的人说 根据在疫情期间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经历 他们现在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 把澳大利亚推荐给其他人作为留学或打工度假目的地 联邦政府一直告诉移民学生和临时签证持有人 如果他们在疫情期间无法在澳大利亚自己自足 就应返回自己的国家 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法本布鲁姆女士说 国际学生列出了在疫情期间留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合理理由 没有可搭乘的航班或者航班费用高的离谱 或者他们国家的边境被关闭 所以他们无法回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澳大利亚政府的鼓励下 他们花了大笔钱来澳大利亚留学 他们的一些家庭将毕生积蓄用于来这里的大学学习 新南威尔士州工会对5000名国际学生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 自三月份以来 有60%的受访者失业 几乎一半的人经常通过少吃一餐来省钱 新州工会对疫情对国际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 60%的人失业 25%的人表示 他们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了 31%的人没有钱付房租 并预计即将被驱逐 3%的人报告无家可归 26%的人共用卧室已省钱 46%的人经常少吃一餐 澳总理莫里森表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重大国际协议 即如果牛津大学开发的疫苗试验成功 将在澳大利亚本地生产这一领跑世界的新冠疫苗 根据这项协议 如果试验取得成功并获得批准 澳大利亚政府将有权生产数百万剂这种疫苗 不仅如此 届时疫苗还将免费向全民提供 莫里森表示 这款由牛津大学开发的疫苗 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有希望的疫苗之一 根据该协议 我们可确保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能尽早获得接种 目前 这款由牛津大学开发的疫苗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试验 已有数千名志愿者接受测试 以确认其有效性 疫苗有望于明年初问世 如果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世界各地的试验均得以证明 澳大利亚将获得专利 即制作这种疫苗的科学配方 莫里森表示 澳大利亚也将能够自主开始生产 2500万澳大利亚人将免费获得这支牛津疫苗 目前尚不清楚老年人等群体是否会得以优先接种 总理说 这些细节将取决于官方的医疗建议 他说 这将取决于医疗顾问 以及该计划运作方式